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以晚风为你报导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川普政策效应,中国巨额出口,时装链断裂 两会临近敏感时刻,中南海附近突发爆炸 Gap次创人,科技巨头下一目标是劳疫人类 比特币暴跌于10%,连年暴涨后,引发过热担忧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为了制裁中共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 上月美国川普政府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棉花等产品 对世界服装产业产生巨大影响 华由2月22日报导 上月中国棉衫生产商新疆华夫时尚公司向投资者发出警告 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文件中说 多个美国品牌已经取消订单 华夫去年亏损至少5430万美元 而该公司2019年的净利润为6250万美元 华夫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承认受制裁影响的供应商之一 1月13日川普政府将中国87%的棉花产量列入黑名单 而新疆地区产棉量占世界供应量的五分之一 全球数以千计的公司受到了影响 根据禁令美国海关官员可以禁止进口 他们怀疑用新疆原材料制成的产品 无论这些产品是直接从中国进入美国 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 海关在给华游的一份声明中说 公司不能再以不知情为由 海关向贸易界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 请了解你的供应链 于是全球贸易史上出现了时装业罕见的一幕 数十亿美元的供应链 几乎一夜之间因人权问题而崩溃 世界时装品牌纷纷撤离中国大陆 美国、英国、澳洲、日本等国的企业 对新疆棉花和其他产品陆续实施进口限制 美国服装和鞋女协会高级副总裁 赫尔曼Nate Herman说 美国各个时装品牌正在努力从供应链中 剔除来自新疆棉花 虽然这个过程因疫情而减慢速度 但我们越来越接近目标 例如品牌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在去年7月宣布 正在积极退出新疆地区 而旗下有Old Navy和Banana Republic的品牌Gap表示 以禁止供应商直接或间接 从新疆采购产品组件或材料 瑞典品牌现在IKEA表示 在美国海关禁令发布后 他们停止了所有向美国运送 含有新疆棉的货物 现在和H&M都表示 供应商已经停止了 从新疆的新棉花采购 内克NIKE表示 已经确认其供应商 没有使用新疆的纺织品或短纤纱 并向他们传达了新的要求 在中共两会前夕的敏感时刻 今天2月23日 中南海附近的北京西城区 突然发生爆炸事件 微博上传出的相关照片 也被当局火速删除 引发外界的猜测 中南海等政府核心机构 均位于北京西城区 这次爆炸事故现场 和中南海正门新华门 相距近650米 西城区官方微博23日发布通报说 当日上500点左右 位于西容线胡同站1号出口附近的 德峰餐厅突然发生爆炸 但有网民发推说 一个貌似四合院的建筑物被粉碎 里面抬出来的伤者血肉模糊 衣着好像官方制服 在北京能住四合院者一般非负责轨 这次爆炸有一些精准定点味道 周围的建筑物损毁甚微 估计是爆炸专家所为 现场视频显示 爆炸威力不少 整个餐厅疑似被炸成废墟 有消防员正在进行施救 有中国民众听到爆炸的巨响 目前外界只能从官方渠道 或爆炸事故的相关信息 民间已知的有两人受伤 但详细伤亡人数 事故原因官方上未公布 这个突然发生的爆炸事故 有很多猜测 每年的中共两会 北京都如临大地 据香港《明报》2月22日披露 当局对两会的准备工作已展开 为两会提供交通服务的北京车辆 逐1.7元筆 经过层层筛选的司机 也全部被接种了新冠状病毒疫苗 两会期间 将有数千名各地代表聚集北京 但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去年两会 不单止对异议人士及重点访问的维稳升级 疫情防控亦升级 北京饭店、北京会议中心等驻地均设立核酸检测采养点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抵达北京 就要在驻地报道 随即无缝涵接接受核酸检测 以确保是否患上新冠状病毒 会议期间代表不能单独行动 都用专车接送 甚至吃饭 亦要一人一台独餐 随着大科技公司继续扩大 对互联网的控制 近日美国自由社交媒体 GAP的创办人兼总裁 托尔巴 Andrew Torber发出警告说 科技巨头正计划的下一个目标是 控制人类的身体和灵魂 在前总统川普等待大选结果期间 念书推特啟动严厉的言论审查 并对川普实行禁言 这个令到支持言论自由的社交媒体 GAP的人气爆棚 赢得了保守派人士的青睐 托尔巴日前作客前川普助手 班农的《战情室》节目 这个基督徒明确指出 科技巨头正在寻求创造一个 后人类种族 Prosuman Race 他们正在谈论利用生物学提升人类种族 托尔巴说 他们谈论的 是将芯片植入你的大脑 或者改变你的DNA 所有应用于人类生物学的这一类技术 并试图将它提升到 我想他们认为是下一个层次 基本上是令到他们成为神 并将我们所有人 包括我们或其他人 置于他们控制之下 他表示大科技公司想长生不老 想成为神 但上帝当然不会等闲事之 上帝将审判他们 托尔巴解释说 这个不是阴谋论 也不是什么科幻电影 这些是这帮家伙所专注的未来 将权力集中 用来牢固他们的权力 将所有财富整合然后给他们 将所有数据整合然后给他们 当班农问到大科技公司 是否希望创造一个后智人种族 Post-Homo Sapiens Racy 托尔巴回答说 后人类他们用这种技术 令到他们成为神 用这种技术奴役其他人 托尔巴说实际上 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奴役了 科技巨头通过这些设备 通过大家手机上放的东西 数据和私人通讯来进行奴役 他们下一步想做的就是奴役我们的生理 将其他人控制成数字笼牢 超人类Transhuman的话题 已经被讨论了多年 美其名为改变人类 已达到更高的超人的身体水平 托尔巴指出大科技公司的头目 幻想自己是神灵 廉树CEO朱恩伯格自以为 他比我们其他人更优越 他有能力决定我们可以说什么 我们可以谈论什么 谁在互联网上有发言权 我们被允许谈论什么 我们可以分享什么连接 托尔巴说 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拥有这种权力 他再次呼吁基督徒 退出目前被控制的金融界系统 他警告说 你将被银行禁止 你将被禁止进入互联网 你需要做的是 开始在GAP这类替代平台上建立账户 在当地银行或基督教信用社 开设另一个银行账户 他们确实存在 你需要找到他们 并且需要立即建立更多的平台 托尔巴建议基督徒一起努力 互相支持 摆住植谷和华盛顿特区的专制者 以及大寡头的掌控 腾讯证券2月22日的消息 比特币价格回吐周末全部涨幅 分析师质疑这种加密货币是否已经过疑 Bitfinish的数据显示 比特币价格当前大幅下跌了10.12% 回落至51,410美元左右 这个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本月暴涨 刺激因素包括特斯拉、Tesla买入 机构投资者称 比特币是黄金和美元的有人替代 只是在2月 比特币就上涨超过60% 引发上涨过头的担心 它的价格周日逼近59,000美元 再创新高 大家普遍认为 周末价格的大喜大乐 是由在家交易加密货币的个人驱动 因此随着机构交易员星期一上班 对马斯克星期六 关于比特币的价格似乎高了的推特作出反映 令到价格下跌 Oentacorp 的高级分析师 Jeffrey Hawley 表示 基本上这是一个集体投机市场 加上马克思说 价钱有点过高 同时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警告 比特币的流动性下降 策略师 Nicholas Penigrid Soglov 在星期五的报告中表示 该数字货币的流动性 低于标普500指数和黄金 意味着即使很小的交易量 也会产生较大的价格影响 Markets.com 的首席分析师 Neil Wilson 说 比特币的新投资者 应该做好大幅波动的准备 价格可能暴跌 就好像之前暴跌的一样 新闻报道而不 多谢收看